小蕊 夏蕊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姐姐说的 我困了 想回去睡觉 我们 却为停下脚 不继续往前闯 勇敢是最后的倔强 一路上握湿了眼眶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悲伤 一样会绝望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彷徨 一样想要伪装 一样会坚强 一致成长 阿姨 你那边怎么样 很难过 不过你刚刚的话 打动她了 我知道 你也不好受 盛杰 如果你也是个男孩 该多好啊 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像你一样呢 你不会 你比我更容易妥协 老板那边你不用担心 说说你和佳佳吧 我和佳佳在有些事情上面 有所分歧 有一个很优秀的男孩 很喜欢他 你担心了 我就是想提醒他一下 结果他很生气 他应该生气的 那我也很生气啊 你信他吗 我信 我信 人生很漫长 变化莫测 你是医生 你应该比我更懂 是啊 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案例 患者是一名很年轻的女孩 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 十几岁的男孩 很多年她秘职都是好朋友 因为这个女孩始终不相信 这个男孩会爱上自己 直到 这个女孩发现自己患上了淋巴流 她才鼓起勇气 告诉了这个男孩 男孩陪她走到了 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男孩觉得很后悔 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够早一点在一起 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 又有太多的可能性 佳佳那边 你自己也要想清楚 爱情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 如果你信她 就好好跟她在一起 如果不信 那就放过她 也放过你自己 珍惜吧 珍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思想了 我可比你早周深十分钟了 这是时间带给我的优势 有时间带她来见见我吧 好 知道了 老爸那边你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搞定的 小蕊 天太晚了 跟奶奶回去睡觉啊 小蕊 不睡觉对身体可不好啊 叶医生不是说了吗 只有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 才能有充沛的体力 这样长大了就能当个好医生啊 奶奶 你告诉我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瑞瑞 医生们说 还不能确诊 所以 还得待几天 你撒谎 我都听到了 叶医生说我的脑袋里长了个个性肿瘤 她说我的势力保不住了 瑞瑞 我要看不见了 爸爸带着我一起去做热气球 我还要和同学们一起去爬山去看海 我不要看不见 奶奶 你去求求医生 让他们治好我 我不要看不见 奶奶 你去求求医生 让他们治好我 瑞瑞 我的宝贝啊 奶奶 怎么了小蕊 奶奶 她医生 要为她都知道 淳瑞 你要相信楚医生他们好不好 他们会治好我们 会保住我的势力吗 他们一定去最大努力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努力有什么用 我还是看不见 你走 我不想见到你 你走 小蕊 小蕊 大医生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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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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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小蕊 我的宝贝听奶奶话啊 咱们咱们哭不哭 你哭奶奶可受不了了 同时 老师 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在医学高度发展的这个时代 我们不断地去突破和创新 但有很多领域 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这是一个恶性肿瘤 如果仅仅是失明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